這間知名的蛋黃酥名店 到底有多難買呢 來看到臺中這位蔡小姐 為了要訂到蛋黃酥 是家族總動員 搬出了十幾支的電話狂打 一共播出超過六萬通的電話 為了要訂到蛋黃酥 民眾可是出動全家人 打了兩天半的時間 高達上萬通的電話 平盡全力 甚至還出動自動重播軟體 就是要買到彰化這家名店蛋黃酥 店家八月份中旬 開放每天六小時電話 讓民眾預購中秋節蛋黃酥 蔡小姐全家人出動 每天提早一個小時 就開始播電話 要搶第一通播進店裡 但競爭激烈 倒數幾個小時 就要額滿結單 由獨幼稚園的職子 打通了店家電話 這兩分鐘讓全家欣喜若狂 蔡小姐搶過電話 一開口就是下訂最大量一千五百顆 因為原本一盒十五入的蛋黃酥 原價七百五十元 代購價直接翻倍 炒到了一千五百元 蔡小姐一次一千五百顆 換算一百合 等於現審七萬五千元 實際製店想訂購超級蛋黃酥 名店名不續傳 中秋節前一個月就已經收單 蔡小姐全家人同心協力 打電話訂蛋黃酥 兩天半的時間 播出超過六萬通電話 總算能夠抱回一百合蛋黃酥 送禮自己吃都開心 記者高麗 賴文良 台中彰化綜合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